哈囉各位安安,這裡是安傑 在經歷了神作SD 鋼彈肌肉同盟之後的9月22日 鋼彈Evolution這款被官方宣傳到爆炸 把我期待只拉到最高點的終極鋼彈電競遊戲終於上市啦 粉貓作為一個鋼彈狂熱粉 自稱啦 看到鋼彈決定往電競領域發展宣傳自身的IP真的是有夠期待的 放出來的預告跟動畫名場景重疊這種還原度更是讓我幾乎理智線崩壞 看不得直接跳進螢幕衝進駕駛艙跟芭蘭奇搶開獨角獸鋼彈 好啦廢話不多說,我們馬上來看看這款遊戲的表現如何吧 首先一登錄遊戲映入眼人的就是滿滿的付費商品宣傳廣告 有上市限定了豪華版組合包啦, Abyss Guardian 組合包啦之類的宣傳 還有遊戲主打賽季通信陣的宣傳 另外還有扭蛋的期間限定RGB 霓虹外觀獨角獸跟霓虹薩克等外觀 最後還有把白色塗裝改成金色塗裝的獵魔鋼彈 以及狙擊型吉姆2扭蛋廣告 嗯...說真的首頁一整個給我的第一印象有點糟糕 因為他都是在宣傳付費商品 既沒有未來規劃也沒有給玩家的信或新手教學之類的新聞報導 不過考慮他是以免費遊戲的形式上是 宣傳商城制的行為還是可以理解的 行手教學 我們開的是長白騎士 除去敵人是薩克以外 整體手感跟放進的感覺的確一整個還蠻鬥任特工的 然後稍微吐槽一下 熟悉鋼彈作品的粉絲們都知道 鋼彈的頭部也只是主要攝影機而已 真正的弱點是在胸口偏腹部的駕駛艙 而鋼彈Evolution是直接把MS的頭部當成弱點 爆頭會造成雙倍傷害 但考慮到這款既然是FPS遊戲 那爆頭致命的設定我也不好吐槽什麼 單純只是覺得沒有很好的還原鋼彈世界觀而已 接下來我到餐廳看了一下本作的集體收錄 目前總共收錄了17台MS 其中來自遊戲紀元的多達13台 剩下幾台分別是來自鐵血的骨耳獵魔鋼彈 鋼彈DoubleO的AXIA 甚至雷尼A鋼彈也收錄了兩台 而其他高人機的ZR、ZZ、五兜傳W 甚至是Seed的Seed的Destiny等作品 是一台都沒收錄到 不得不說我對目前收錄的集體陣容真的是還蠻失望的 而且除了我最喜歡的獵魔鋼彈以外 其他像DoubleO的冷天使、UC的獨角獸鋼彈 這些我比較感興趣的集體 全部都是鎖起來要付費解鎖的 另外UC所收錄的集體也蠻跳動的 從一年戰爭直接飛升到的獨角獸 好啦中間是有收錄到一台莎莎比 算他們有把逆下收進來 可是既然都收錄了逆下 卻沒收錄到人氣極煌妞鋼彈 真的很可惜耶 你們是阿姆羅在這邊開著粗鋼 跟搭載的精神感應框架的莎莎比 還有覺醒模式的獨角獸打嗎? 然後遊戲首發的第一天 我莫名其妙的被判定有為鬼行為強制跳game 蛤? What? 他把我遊戲關掉了 無法遊玩 最退出的該場比賽結束之前 無法參與其他的對戰 重新登錄以後也多次嘗試遊玩 但還是被判定為有違規行為強制關閉遊戲 他好像沒有在說我在作弊了 他好像沒有在說我在作弊了 就這樣第一天的實況就只好在很尷尬的情況下 跑去玩SD鋼彈之後同盟了 到了第二天我也遭遇了同樣的狀況 不過聰明的我 我把WiFi換成了有線網路 居然就可以正常玩了 感覺我用WiFi網路是被歧視了 順帶一提這個BUG 從遊戲推出到這部影片上傳的今天為止都還沒修復 而且稍微看了一下討論區也不只我一個有這個問題 建議被誤判違規的玩家們可以看一下 是不是WiFi連線的問題 至少我接了網線以後就沒問題可以玩了 去官方網站看了一下他們還有特別聲明到說 為了確認各位玩家可以正常遊玩 EvoB,也就是遊戲點數 預定將會在9月24號的11.JST開始販賣 對非常期待的玩家們神感抱歉 還請玩家們在開始販賣之前再稍等片刻,謝謝 EvoB的販售時間可能依狀況有所改變 看起來這次原廠指引還蠻有誠意的 還會先等BUG修完 玩家可以正常玩遊戲再開始賣遊戲點數 好,我們來看一下BUG的回報處理進度吧 整整有兩頁的BUG調查處理中 大部分都是在遊戲20號一推出就被玩家們回報的 應該也包含我被誤判開外掛 強制關Game跟黑屏當機的BUG吧 好,那處理完的BUG頁面 是空白的 嗯,然後在完全沒有熱秀或更新的情況下 遊戲推出了兩天 他們就突然發公告說要開始賣遊戲點數了 誒,還有一堆玩家進不了遊戲 怎麼說完說就要開賣了 嗯,然後公告的留言區果不起來就暴動 一堆玩家暴怒要求他們把遊戲修好再賣 I think you guys should worry about the constant crashing and bugs forcing players to be banned and disconnected 但叫Stupid Coins right now 哈哈哈 哇,好久沒看到這麼憤怒的留言區了 好啦,至少我運氣夠好發現是WiFi的問題 插網線才能進遊戲玩 我就先不吐槽他們公測流程給人的觀感 到底有多糟糕了 嗯,積分對戰一開始是鎖起來的 要求你購買計票或是等級達到20才能玩 一開始只能透過有玩休閒模式來升等 而用來解鎖新機體需要的遊戲幣我研究了很久 最後確定只能透過完成新手挑戰任務來取得 為了偷漫玩家賺到能買新機體的速度 新手挑戰每個章節都還限制一個登錄天數任務來卡進度 到目前為止大概算了一下 每個章節只給300點左右的遊戲幣 而解鎖一台機體需要1980遊戲幣 大概需要完成全部7個章節才能勉強解鎖一台機體 也就是說按照目前每個章節 各卡一個每日登錄好幾天的挑戰 要賺到遊戲幣解鎖一台機體的時間 大概會需要好幾周...吧? 我目前還沒有找到其他能夠獲得遊戲幣的方法 如果大家有發現的話歡迎在下方留言喔! 欸嘿,我就知道你想要獨角獸 趕快儲值300台幣 可能性之壽就是你的囉! 然後其他也有包含每日挑戰跟每周挑戰 不過他們的獎勵都只給經驗值 而且還有所沒有買計票玩家不能解的挑戰 總而言之就是鼓勵你課金買計票買機體 算了,傷成之免費營運嘛,可以理解 遊戲也玩起來真的還蠻熱鬧的 子彈到處飛,坦克衝出去 補師到處躲,獵魔鋼彈到處切後排 整體真的是非常的...痾... 痾症特工 然後我發現遊戲的集體間除了技能數量不對等 同類型集體屬性相差過大以外 集體的平衡性更是遭到不可理喻 以技能組明顯致敬士兵76的蒼白騎士為主好了 蒼白騎士有可開進的高準度步槍 一槍攻擊力60起跳,範圍手榴彈攻擊力350起跳 還有緩速敵人的手榴彈跟放置回血裝置 大絕更是增加移動速度、裝填速度跟強化攻擊力 他的生命值有1000點 而同類型的薩克雖然有步槍卻不能開進 除了連射石彈到非常分散 攻擊力更是只有46起跳 同樣有手的彈彈攻擊力卻只有268起跳 更沒有補血能力,只有2秒的無敵煙霧彈 大絕更是只有往前衝用斧頭砍一下400攻擊力 巫使弱小的機體生命值卻只給800 甚至少昌白騎士一個技能 很明顯就是弱化版的昌白騎士 然後是人氣模型機體狙擊型機木2 雖然狙擊槍的攻擊力很高 暴頭能打出1000以上的傷害 但不開進就絕對打不到人 就算是零距離也打不到 子彈到底是怎麼飄到那邊去的 機體本身只有800點生命值 主要技能是彈彎窗超級跳 而且彈跳的高度超低 就連明顯致敬慈悲的治療機 美塔斯都能輕鬆藉由短CD的MA模式 輕鬆飛到安全地點 G模還要跳好幾次才能跳到 跳躍期間沒開大絕甚至無法開進跳G 而技則是CD時間超長 還有距離衰減的頭部火神砲10連發 在最近距離的情況下 每發也只有25點攻擊力 被競戰機靠近的話 這套的效果連防身噴霧都比不上 直接掰掰 3技則是可以遠距離幫倒下的隊友快速復活 但這招也是狠狠地給了美塔斯 讓他更沒存在感 他的大絕則是會標籍範圍內的敵人給全場隊友 而且讓自己進入可以跳距跟浮空時間延長的狀態 但如此脆弱的機體 用彈彈床跳到半空中懸浮 除了會步入自己的位置給近戰機以外 還很容易讓自己集火變成對面敵人的養分 這解脫這麼快的戰鬥中 居母絕對可以算得上是戰場上最為劣勢的存在 當然如果你有神准強法的話 可能另當別論吧 然後居母大絕掃描敵人的能力 直接就狠狠地給了莎莎比當3技使用 CD時間還只有短短的15秒 先撇開這點不說 莎莎比作為遊戲裡目前為3台擁有盾牌的機體之一 居然還擁有MS中最高的1400點生命值 以及最高生命值的1400點盾牌 更是搭配了能在開著盾牌的情況下 使用了超高傷害光速閃彈槍 以及1輔350攻擊力 並將後還能快速突進至目標面前的突進斧 大絕更是直接召喚多個精神感應炮 自動攻擊視野範圍內的所有敵人 每發90傷害高速掃射瞬間毀滅世界 可以一點都不誇張地說 現在這個版本誰開場搶到殺岔比誰就能輕鬆大殺四方 平衡爛成這樣也直接導致很多玩家在開場搶不到自己喜歡的機體就直接跳game的現象 甚至我排8場可以連續5場都遇到有人跳game 遊戲生態非常的混亂 俗稱手快開無雙 手慢撿垃圾 課金變大牢 而說起有盾牌的集體 原型積木擁有1300點盾牌生命值以及800點自身生命值 雖然能一邊防禦一邊攻擊 但攻擊力與防禦力都遠遠比不上殺岔比 也不能像殺岔比那樣丟斧頭突進350點 只能慢慢走到面前用盾牌三他一巴掌300點傷害 特技是控場能力還可以的短時間範圍燃燒彈 三技則是能幫範圍包含自己在內有軍補血的治療手熱彈 大決是佈置浮空地雷 能對走近的敵人造成毀滅性的一次性傷害 雖然說這招放在角落看著敵人被炸回來蠻好笑的 但是論傷害能力還是殺岔比的精神感應炮自動掃射強太多 然後最後一台擁有盾牌的集體是初鋼 這個我就真的不太懂他們的設計邏輯了 明明用的是跟吉姆同款的盾牌 劇情設定上性能也比吉姆高 拿的武器也沒有比較大 初鋼卻不能一邊防禦一邊攻擊 甚至跟吉姆相比還整整少了一個補血技能 要進行任何攻擊的時候還會強制讓盾牌進入10秒的CD狀態 二技是可以甩到飛出去的單級流行槌 敲一下子只有輕輕的400點傷害 雖然有讓敵人暫時不能用盾牌的特效 但時間只有短短的2秒 讓他在戰場上真的極難發揮 除了難以跟這隊友一起推進戰線以外 就算想要反擊敵人的攻勢 也會讓盾牌無法使用而被打得滿頭包 也因為不能像吉姆一樣邊防禦邊攻擊和補血 在沒有補勢的情況下也難以躲在中後排輸出 可以說是除了丟大絕以外 近乎毫無存在感的集體 最後初鋼的大絕是會自焚的超大範圍燒一旦 所以說官方真的要阿姆羅開著這台老古董跟莎莎比打 我以為初鋼是你們的親兒子耶 另外我也注意到開局直接鎖定要付費或遊戲必 才能解鎖的集體所擁有的技能數量 技能強度以及技能功能 完全都是把其他的集體狠狠踩在地上摩擦的程度 毒角兽鋼彈甚至多出一個被動技能能幫全隊持續補血 一技是傷害爆炸還能擋子彈的浮游砲射出 二技幫全隊加護甲 普攻還是能開進的旋轉光速機槍 一台主角都是直接讓長白騎士、梅塔斯跟德姆直接哭倒在廁所 同樣是付費機體的薩克2格鬥裝備更是直接擁有六個技能 有無敵技、有抓技、有防禦技還有範圍連斬 欸你們的親兒子初鋼都只有三個技能耶 說好的平衡取向跟電競取向呢 目前的狀況我看下來完完全全就是Pay to Win啊 唉 除了機體收入達到五張機體平衡一塌糊塗以外 至少我們還能期待一下設定機體的功能吧 嗯?像國費一樣能改顏色、改部位材質之類的 官網上好像也這麼寫喔 想得沒? 我們只能用他們預先7號的機體跟武器塗裝 改材質、改部位顏色這種鋼彈遊戲基本的夢幻功能 當然是不會給你的 一個全黑底漆搭配街頭的龐克、塗鴉、風 這種完全不符合鋼彈神美觀的塗裝 居然要被歸類成傳說造型 呵呵 你們是認真的嗎? 欸我問你們喔 你們會把自己的鋼彈漆成這樣子嗎? 然後把白色的部分切成金色又是一個傳說造型了 而且還是只能用抽的 這是獵魔鋼彈第四型態吧 它有很多很多其他型態吧 你們改一下模組改成第五型態或第六型態 甚至倒帶回第三型態 我都願意花錢買單啊 只改顏色就當傳說造型賣是 呵呵 鬥爭特工的傳說造型最起碼還有不同的模組跟主題特效 你們 這...這什麼鬼啊 呵呵 這種鬼塗裝還只能用抽的喔 哇喔 而且武器外觀跟機體外觀還分開賣欸 獨角獸 我說真的 你們把獨角獸NTD模式關閉賣成傳說造型 或者是把NTD覺醒模式的綠色換成一般的NTD紅色 甚至在偷懶點加點結晶體賣個傳說造型 我都願意花大錢買單 但你們偷懶亂吐成這樣 呵呵呵 還出RGB 你們開發這款遊戲真的是以最大限度裡發揮鋼彈這一作品的魅力來開發的嗎? 為什麼連鋼彈最基本的審美觀跟粉絲們最基本想要的東西都不知道呢? 唉 台幣對遊戲點出FB的比率 如果儲值最小台幣300塊能夠獲得1000點FB 大概是台幣1比3 儲值最大3000塊台幣能夠一次性獲得12000點的FB 大概是台幣1比4 抽一次RGB獨角獸的扭蛋一次要180FB 大概是45塊台幣 然後中獎機率是... 呵呵呵 0.2552% 哇喔這整個扭蛋庫都是獨角獸的東西 他們真的把獨角獸當成印鈔機欸 刺槍有夠難看 另外我也確認過 扭蛋是會扭出一樣的東西的 所以保底機制是並不存在的 DX組合包賣4180FB 換算成台幣大概1045元 內容是克金集體大集合 能天使 薩克2格鬥裝 馬賽拉 馬西羅 還有印超獸 外加... 紅眼黑地 藍襯金邊加一個忍智的傳說造型 忍者能天使 我說真的你們會把自己的能天使模型機成這樣嗎? 而且 連太陽爐的光都滅了是怎樣 我說真的你們出一個能天使正義女神的圖裝 我也願意花大錢買蛋 但是你們寧願出這種東西 好喔 完了幾場還真的看到有人買這個組合包 對了 這千元組合包還包含武器喔 組合包最後裡面還有一個 忍者哈囉 好 固定欄位 嗯 所以這些是放在哪裡的 OK 呵呵呵呵 4個黑底白漆街頭龐克塗鴉風格的造型 要價3480FB 換算成台幣相當於870塊 右下角還特別著名為商店內販售的道具 無法解鎖 呵呵呵 你送我我都不要 一般賽季通行證賣990FB 以1比4來計算大概賣台幣248塊 但最低儲值要求也是300台幣 唉 主打獎勵是 獨角獸鋼彈的街頭龐克塗鴉傳說造型 獨角獸傳說武器 NTD的戰動 以及獨角獸鋼彈的死屍頭部罪事 哇他們真的把獨角獸當印鈔獸欸 其他獎勵除了累積990FB讓你覺得可以回笨以外 基本上都是一些可有可無毫無誠意的罪事啦 噴漆啦 頭像啦 武器啦 亂圖一通的機體外觀啦 外加幾張轉蛋票這樣 又是RGB獨角獸扭蛋 又是黃金造型扭蛋 又是一堆破千組合包 傳說造型完全採用原模組只改噴漆也不致敬作品配色 伺服器不穩定 遊戲平衡亂七八糟 BUG一堆放著不休 不管玩家抗議還硬要開賣遊戲點數 這種難看自己的吃相 就連熱愛鋼彈IP的我都完全沒有辦法接受 我真的快吐了 真的是直接把我對這款遊戲的超高期待 直接一巴掌打入18層地 噢 越講越氣 我寧願把時間留著玩SD鋼彈肌肉同盟 然後等著玩絕對比鋼彈Evolution還要原創跟懂粉絲的鬥陣特攻2 如果他們當初把SD鋼彈肌肉同盟做成線上遊戲該多好 至少基隆同盟真的是為了鋼彈粉絲而做的 以上我要刪遊戲了 粉GAME 然後按下 我們可以貼買